今天这条视频是一期保姆级的找老婆教程 记得收藏起来,转发给你的大圆种朋友们 最近看到了很多视频 很多外地的朋友,外地的老光棍来到我的家乡 来这边想找缅甸的老婆 但是来了很久都没找到,一无所获 我的家乡是在中国和缅甸的边境处 德宏州盲市 我现在在的位置是瑞丽 瑞丽和缅甸之间就隔了一条河 我今天出一条视频 也希望这些老光棍们能够刷到 我告诉你们来瑞丽这边用什么方法 找老婆会比较快,请供参考 首先我们要知道缅甸女孩在什么地方 相对来说会能够碰到多一点 然后正经一点 就是那种踏踏实实的 就是不是那种乱七八糟的人 现在我来到了瑞丽这边有一家老字号 他家的女孩子都比较正经一点 全部都是缅甸人 你好 我那个来做个按摩 你是老板娘是不是 是的 按摩是多少钱一次 八十 八十 好好好 那就叫一个年轻漂亮一点的嘛 好的 好好好 最好会点中文嘛 好好好 喝一点点就行了 因为他们走准免点嘛 啊 对就是要准免电了 你们家这个电视看着早了 给有十年了 啊 给有十年了 因为你们这里是一个 当地人介绍给我来的 哦是吗 这个是老店一定要来 就是说是来来瑞丽必须要来你们家店 在瑞丽就只有你们一家 对 嗯 你好 哈哈哈 叫什么名字 水仙 水仙化的水仙 这个名字和人一样漂亮啊 你是不是缅族白白的啊 我说你是不是缅族 对不是缅族我是德安族 德安族 对 老家是在缅甸哪里 南京 来这里多久了 三个月 三个月 你那个几岁了 二十三 嗯 我要趴着还是躺着 放放一些 水仙 结婚了没有 没有 哦还是单身吗 嗯 单身吗 哎水仙 你那个想不想叫到中国来 嗯可以 可以 你在这边待了这么久 你对这个中国人的感觉怎么样 你觉得你觉得中国人好不好 好 好的 你原来在缅甸的时候做什么工作 没有工作 没有工作 就过来这边才工作的 对 我问你一下 如果说以后你想就是找老公的话 就是想找什么样子 不知道 年龄就是多少岁你能接受 就比如说这个五十岁的你能不能接受 五十 小不得 就是如果对你好也是可以接受的 是不是 你们家有几个兄弟姊妹 九个人 九个 嗯 是五个 第五个 哦 你有五个姐姐 对 那妹妹呢 嗯 有两个 两个妹妹 五个姐姐 哎那你的姐姐妹妹是 在来中国工作的还是在缅甸 嗯在缅甸 嗯 他们在缅甸干什么在家里面干活 嗯 他们在家里面干活 以后可以找一个中国的老公一起做生意 把你家的这些姐姐妹妹一起带来中国 一起做私情 挺好的 你在这里工作的话一个月能挣多少钱 支离 啊 人民币 个月三千 三千人民币 那还是挺高的嘛 嗯 现在在缅甸的话 工资都很低的是不是 就大概就几百块这种 嗯 而且现在又遇到打仗 嗯 以后慢慢的安定下来 把你家人这些也 也带过来这边一起一起工作 嗯 因为现在 现在我告诉你 中国这边很多这个男的 他找不到老婆 嗯 他就想娶就是缅甸的女孩子 而且我们中国的这个男人特别疼女人 很光心女人 嗯 听不听得懂 嗯 嗯 我以为说一到一说光剑呢 你就听不懂 哈哈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哎 水仙 你有没有用什么微信啊什么的 有微信 嗯 等一下加一个啊 你看这个水仙力气还是还是蛮大的 以前有没有干过活 看有没有肌肉 这个有肌肉 难怪捏得这么痛啊 嗯 筋大 嗯 像你们那边就是这个女孩子结婚的话 这个男人要不要给这个女孩子的家里面钱 就是彩礼 嗯 给钱 给 要给的 嗯 一般来说是给多少 3万 4万 嗯 人民币吗 对 现在还是反正就 还是给3万4万就可以了 是给你的父母还是什么 嗯 嗯 就是给你的父母 你的父母就是等于是同意把你就就嫁出去了 嗯 嗯 那比如说你们嫁出去的话 就是多久 会回一次家 就是比如你嫁到中国来了 嗯 就是你会想 嗯 多长时间回一次缅甸 半个年可以 嗯 就是半年回去一次 嗯 就是看看家里人 嗯 可以 嗯 水仙还是挺漂亮的 很耐看的一个女孩子啊 然后又白 中文还可以 大概还是能说的明白 你看现在他们这个是 踩腿这个很舒服 水仙的个子也挺高的 水仙你有没有1米6 1米6多啊 感觉你挺挺个子挺高的 这个缅甸按摩啊 还是有点痛的 老天哪 嗯 但是水水仙时候别人都觉得他没有力啊 就按摩 哎哟痛 然后你看这 啊啊 啊啊 按着按着的踩 哇啊 好痛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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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听得懂 听得懂啊 我是在夸你啊 啊 夸你又漂亮 又能干 啊 又会做事情 老板娘 哎 按得很好 哎 80块钱是不是啊 我给你转100 你给他20小费 嗯 因为我也没有现金 给他一点小费啊 嗯 好好好 等着这个视频发出去以后 会有很多很多人来 嗯 到时候抢都抢不赢 嗯 上班的人有几个现在这边啊 啊 以前有20多个 以前有20多 现在呢 两个店我们开上面还有个店哦 现在有多少个 现在 现在才有八个 因为因为缅甸有些有些还进不来 好的好的好的 改天再来啊 好的 大家看到了啊 你在里面 现在的这些缅甸女孩子 他们都用微信啊 只要你加到她的联系方式啊 后面就靠你们自己了啊 兄弟们 帮忙就搬到这里了啊 如果联系方式加了以后自己还搞不定啊 那个叫找找自己的原因了 如果大家喜欢这样的保姆级别的教程视频啊 一定要给我点个赞 我收到这个鼓励以后也会 以后努力创作这种类型的好内容 分享给大家啊